樱花校园更新了城堡还有水上乐园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村晚 今天我的樱花校园大更新了 首先是这个水上乐园 那我就先带你们来一下这里的项目吧 我们先去这里做吃变船 扩城的话我加速了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哈 在这里说一下吧 我的樱花校园是在233乐园里边下的 如果你们想玩这个版本的话 可以去账载233乐园 在里面钓鱼花校园 然后我们再去玩一下滑梯 过程还是比较长我加速了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小船吧 不过这个也有点无聊 只是来回转圈而已 这我又懒得加字幕了 先来给你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城堡了 这个城堡的话还是挺精致的呢 就是东西有点少了 就是中间的这些地方的话 有什么温泉呢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地方你们肯定喜欢 先给你们看一下这儿吧 没错这是一个公主的房间 虽然这里也没有公主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睡觉 这个床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窗帘也可以是围起来的嘛 然后我发现了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小桌子 小椅子 看起来好可爱啊 坐上去感觉挺舒服的样子 好的我们现在呢 再去里面稍微探索一下吧 我看到了一个大厅 这个大厅怎么看起来那么像 那个什么圣诞节那种 我们先坐下 这应该是一个餐厅 那我们就点一个布丁吧 这个布丁摆盘好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摆盘 然后我们先开始吃 虽然它这个是不会吃的 但是还是挺好看的吧 看来那个樱花校园 又多了一个新的餐厅呢 然后呢我看一下 这里的话 就是那些普通的空房子了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水上乐园了 有人问我这个是在哪里吗 你可以先传送到游乐园 然后这个游乐园下面就是会有的 好了各位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还有的话就是我这两天没收手机了嘛 然后呢我就是不能更新 所以的话可能要等到国庆我才能更新了 好了各位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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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